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在其外 爱与心中 语言有界限 爱情共缠绝 两人官宣爱情再次把我们从一个言情剧 拉到了另一个现实的童话世界 感谢他们今年一时就发唐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娱乐圈都属于一件幸运的礼物 玄冰曾和宋慧乔相恋三年 如今为何和孙艺珍结婚呢 我们慢慢说 2005年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就爆火 在《我叫金三顺》这部剧中 玄冰饰演傲慢社长玄振玄 走进了无数少女的心 该剧以大结局高达50.5%的收视率 成为了2005年年度收视冠军 还曾被中国电视台引进 玄冰也一跃成为了一线明星 2006年主演的《雪女之王》 横扫KPS演唱得主 2019年和《有仙女之称》的孙艺珍共同出演爱情神剧《爱的迫降》 却被父母阻止 最后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电视剧顶级男神 还是拥有135亿身家的高富帅 玄冰本人的故事根本比孩剧还要精彩 玄冰出身显赫 家里亲戚都是法官检察官 不管是秘密花园百货公司社长 或是爱的迫降高官儿子 玄冰演起这些高富帅都没有甚至的违和感 其实玄冰本人也是个高富帅 玄冰爸妈都是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 虽然不到财阀等级 但家事也算是显赫 之前玄冰说过 他家里的亲戚都很优秀 有读首尔大学的哥哥 还有法官检察官等 亲戚都很厉害 玄冰从小也学习了各种才艺 像是游泳 钢琴和书法等等 妈妈也很用心地在培养他 因此玄冰想当演员 爸爸激烈反对 因为家人都很优秀 玄冰的演员梦想受到了阻碍 爸妈从来没有想过 玄冰会去跑去当演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爸爸激烈反对 玄冰进入娱乐圈 甚至有传闻说 玄冰爸爸说要毁掉玄冰上的戏剧班 这情节也太像韩剧了吧 不过 爸爸后来也退了一步跟玄冰约定 只要他考上韩国中央大学戏剧系 就不再阻止他当演员 虽然玄冰最后成功考上了 但过程也很辛苦 中央大学戏剧系在韩国非常有名 对分数和表演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玄冰能够考上 遵守和爸爸的约定 真的很不容易 玄冰有如此自信 来源于他的高颜值 根据他同学回忆 高中时玄冰就有了粉丝群 还是整个小区的名人 不过他现在的成就更与他本身的努力 必不可分 玄冰出道之后迅速走红 在人气最高时入伍沉淀 玄冰出道后其实走得蛮顺遂的 玄冰出道一年就以电视剧爱尔兰 得到了NBC最佳新人奖 第二年就以我叫金三顺 在全亚洲爆红 虽然名气来得很快 但玄冰一直都没有忘记初心 玄冰成为电视剧顶级男神之后 又去演电影 用各种不同的角色来证明自己 玄冰出道的时候选择入伍沉淀 这一系列的行为真的帅到不真实呀 玄冰后来成为了身家135亿的高富帅 人生比韩剧还要精彩 之前 韩国节目《听见传闻兽》 曾经曝光玄冰的财产 记者估计玄冰身家至少有135亿韩元 是真正的高富帅 玄冰2013年时曾经获得了储蓄奖 玄冰曾说 他的收入主要都交给爸妈来管理 真的很厉害 玄冰从梦想收到阻碍 到后面一步步成为身家破亿的高富帅 玄冰真的美好到太不真实了呀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 双方的感情是 真的可以用门当户对 不为初恋来形容 先说孙一真 登记在侧的男友只有玄冰一位 现在已经晋升为未婚夫 如果去除那些没有盖章的绯闻男友 玄冰是孙一真的初恋头衔 几乎等于是名正言顺 而非单纯撒糖虐狗了 再看玄冰 感情生活可以说简单且厉害 这里简单地展开说一下 官方初恋宋慧桥 当初和玄冰可以说是讨论度最高的一对了 排系结缘 发展成为恋人 确定关系之后 不仅变身为乔妹专属小跟班和司机 还在访谈节目中 直夸宋慧桥和自己很契合 一切都很完美 可以为了对方做一切 两年之后缘分已尽 正好赶上年纪到了要服兵役 于是玄冰在事业上升期入伍 所以也是在分手五年之后 参与了第二任 江索拉 毫无疑问 同样是一位实力颜值兼备的女神级人物 更出名的是 是她励志的身材蛻变 秉称着极度自律的少吃多动原则 被评为2017年度 20到30岁女性最想拥有的完美身材 玄冰和江索拉意外结缘走在一起 恋爱15天就公开承认 想想看 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的玄冰 时隔五年再度认爱 在当时一定轰都不小 直接冲上了绑衣 不过和上段感情唯一不同的是 是时间太短了 以至于两人恋爱一年多里 一张正儿八经的合照都没有 唯一一次被拍到的约会照 连跟女方的正脸都没有 所以网友怀疑她俩是否真的在一起过 也不是不能理解 一转眼又14年到了现任孙艺珍这里 详细的恋爱经过和发糖瞬间 这里就不多做阐述了 随便搜索就能吃到这碗汤 不过卡卡想说的是 玄冰的则偶观自始至终都没有骗过 除了喜欢常怕女生这一意境条件 更看重的还有内涵明智聪明 任何场合都言谈得底的女性是她最看重的 要知道这看似不太高的条件 放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做到了就意味着这个人一定有着月人的双伤 以及超高的见识思维 其次独立理解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然后她还说 结婚的话自己会比单身更努力 想成为一个能为老婆骄傲的男人 女人不一定要做家庭主妇 勇敢去享受自己人生才更有吸引力 就冲着她没有追求白寿佑那一套 同时婚姻观又很健康 时间跨越到2019爱的迫降宣传期 玄冰这条则偶观一直没有变 直接把孙以珍和她最看重的这条特质对应上了 敢说但又不会乱说 四舍无辱不就等于孙以珍是她的理想型吗 简直双向肯定双向加成一加一大于二了 同时也给予了孙以珍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在八的过程中随便还吃到了一个小小的瓜 拍摄期间分手兜兜转转又重新在一起 其实最打动人的不仅是真爱 更重要的是 两个身处全世界娱乐前之最黑暗的韩瑜 历尽千番之后 还能相识一笑携手通心 捧着真心送给对方 更更是在各自事业心智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状态下 做出的选择 一定是理智且珍惜的 这才是最打动人的 事实也是如此 玄冰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如此高的一位顶流神言 同时不管戏里戏外又是一位非常谨慎稳重的人 对待感情却浓烈到收不住 写到这里还发现一个惊天巧合 很多人都说 人喜欢的是一类人而不是一个人 这话用在玄冰身上貌似很成立 就玄冰的三位前任 从某些方面貌似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外表之上 他们都是给人传递一种温柔淡雅 不争不强 岁月静好的印象 实则内核坚强 独立 打拼事业 极度自律 年龄超限 依然把自己经营得美丽自信 工作上更是兢兢业业 前后辈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 事实上 真正把两位的缘分变成命运的并不是别人 而是玄冰本人 毫不夸张地说 是玄冰的努力争取主动 才让童话爱情照进现实 我们才得以磕到如此美好的顶流爱情 性格使然 玄冰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男人 不管是面对事业还是感情 他都很笃定 是个做事果断勇敢的行动派 当初 若不是他多次主动在协商的悬发时 勇敢吐入心声 大声喊出 想和孙以珍再合作一部爱情剧的话 想必他们的缘分就止步于同事了 玄冰很少会和女演员尔达 更别说 当众表白想和哪个女明星演浪漫爱情剧 直到他遇到孙以珍 这个漂亮 活泼可爱 优秀的演员前辈一见忠心 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此 目光再也无法从他身上挪开 每逢采访都对他大家赞赏 还能迎合他的喜好 如拍可爱的视频等等 从前那个爱笑的大男孩又回来了 意识到孙以珍对他也有好感 我想给帅气的他打一百分 机智的他没有一丝犹豫 决定勇敢抓住眼前人 没有合作机会 他就创造合作机会 非常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段缘分 电影宣发多次拿起话筒 公开喊话 我想和一针面对面交流拍爱情戏 丝毫不顾及媒体的持瓜眼光 电影上映一年之后 繁忙的他还特意飞往美国陪孙以珍过生日 两人异地光吃光喝 这才有了轰动全球的超市恋爱说 退伍后的玄冰本就不考虑截拍爱情剧 而是活力满满的孙以珍打破了原则 让他重新燃起了再演一次爱情戏的想法 当他看完孙以珍近期主演的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之后 更加憧憬自己和他演恋人的场景 一定更甜更浪漫吧 朴志恩编剧成全了他 火速为他和孙以珍量身定制了一部 浪漫爱情喜剧《爱的破墙》 以最快的速度圆了他的梦想 哪怕剧情狗血 人设雷同 部分粉丝不支持 他都不在乎 只因搭档是心心念念的孙以珍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多么明智 纯情好男人李正鹤 不仅让他赢得了观众的心 还温暖了孙以珍的心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藏不住的 一个是打喷嚏 另一个是爱意满满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因此你所有的心中的爱 都会从眼神中冒出 散发出甜美的芬芳 一个是钻石一般的男人 阳刚的质地 温润的风度 一个是如玉一般的女人 惊艳了岁月 温柔了时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